9月13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当天下午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就相关情况举行信用发布会 根据决定 从2025年1月1日起 中国将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 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 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 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 58周岁 从2025年1月1日起 原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的男职工 法定退休年龄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 逐步延迟至63周岁 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 法定退休年龄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 逐步延迟至58周岁 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 法定退休年龄每两个月延迟一个月 逐步延迟至55周岁 据悉 这是中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自20世纪50年代确定后 70多年来首次进行调整 王小平指出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要坚持自愿弹性原则 职工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期间退休 最长不超过三年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 可以弹性延迟退休 最长也不超过三年 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是职工办理弹性提前退休时 应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 二是职工弹性提前退休的年龄 不能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 也就是说 男职工不能低于60周岁 女职工不能低于55周岁或50周岁 三是 弹性退休制度实施中 不得违背职工意愿 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会不会对青年就业打来压力 人社部副部长李中指出 改革对青年就业的影响总体平缓 总的看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渐进实施的过程 以较小的幅度推进 而且退休人员腾退的岗位 与青年就业所需要的岗位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差异 改革对青年就业的影响总体上是平缓的 谈及大龄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安全问题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金指出 国家卫健委将做好职业健康监测工作 分析掌握劳动者健康状况 防范大龄劳动者职业病及职业健康风险 根据大龄劳动者的健康的需求 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推广力度 提高职业病防治能力和职业健康的保护水平 同时推动落实地方及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督促用人单位依法落实主体责任 切实保护包括大龄劳动者在内的广大劳动者健康权益 根据安排 从2030年1月1日起 中国将用10年时间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最低缴费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每年提高6个月 李中指出 一方面设立5年缓冲期 减轻了对部分缴费年限15年左右 且临近退休的职工的影响 另一方面采取渐进的方式 便于稍微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职工 提前做好参保安排 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 与缴费年限 缴费水平挂钩 与退休年龄密切相关 也就是长缴多德 多缴多德 晚退多德 这样可以为退休后的生活 提供更好的保障 坦白 淡沙 淡沙 转赛